强制修改宪法,您的赞成票是关键 全球范围内为打击诈欺和经济恐怖主义 而不断收紧的金融监管意味着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2023年初,瑞士公布了一项新法律 要求其社团在国外接受或发送资金 即使是出于慈善或社会目的 都必须被列入,章程修改指令 您的赞成票是关键 完成合规的截止日期为2024年7月1日 2023年6月,YMI国际联青向日内瓦商业登记处提交了档案 包括按要求提交的国际章程 申请被推荐 商业登记处,以及随后聘请的一家当的律师事务所 确定了我们,国际章程,中几个关键问题领域是被拒绝的理由 缺少明确的治理结构 瑞士协会需要执行董事会或委员会 大会或易于识别,可评比的立法机构 国际联青财务来源的资讯薄弱和不完整 没有提供自愿捐款或公共资金 没有外部法定审计的规定 这是必须的 会员加入和终止的条件定义不清或不明确 根据瑞士标准,会员的加入和退出标准必须在协会章程中规定 为列入申诉救济方法 内部仲裁和冲突解决机制应在章程条款中加以界定 细则,依法律规定,和章程共存同一文件 传统上,在瑞士以及一般情况下 细则是单独编写和维护在另一宗文件 在瑞士没有执行官 就是具有签署权的协会的法定代表人 这是一项新规则 随着更新的防治洗钱法而引入 那么,你的投票内涵是什么? 让我们概述一下主要的变化和影响 治理,将国际议会更名为立法代表大会 将国际执行官员更名为国际执行委员会 以符合瑞士标准 以能相应的更新和概述相应的角色和职能 我理解瑞士当局需要我们改变一些领导条款 以适应他们的规则 在我投票之前 我想确保这不会影响我们的运动或我们的管理 我完全理解 我已经阅读了这些文件 并确信这些变化不会威胁到国际年轻的传统和精神 那么,我们的领导层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好吧 我很高兴看到国际议员ICM和国际执行官员IEO之间的权力分立 如果出现平局 总会会长将不再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 相反 该动议将被否决 一项新规则规定国际执行官员必须来自不同州域 这将有助于确保具有代表性的领导 国际议会的组成如何? 我听说有些事情会有所不同 比如不再有少壮议员规定 是的 这是真的 不过 没有什么能阻止年轻人加入议会 各社必须承担提名合适人选的责任 有人提醒我们 为特殊利益集团保留席位 有备于机会均等的概念 并可能将优秀的候选人排除在竞选之外 你提到了提名 据我所知 只有良好运作 在国际问题上有投票权的年轻社才能参与这一过程 是的 这是真的 提名一个人进入议会是一项庄严而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同意 他应该留给我们强大 活跃的社 这些社正在兑现社友的期望 好 我可以接受 我还听说国际秘书长将成为国际执行官员的成员 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嗯 这并不完全正确 瑞士当局现在坚持认为 至少有一名高官在瑞士工作 并担任协会的法定代表人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国际秘书长被列为新执行官员的成员 但没有投票权 所以 在现实中 他没有比现在更多的影响力或权威 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确定协会的资源是其成员为其运营预算支付的国际会费 以及为其项目和计划提供的自愿捐款 增加公共资金规定 现在明确指出 涉因支付的国际会费购成了国际联青的运营预算 计划和专案捐款以增列为确认收入来源 现在还有一项规定将公共资金包括在内 还有其他吗 规定会员资格的条款 对我来说 这在设的极层面尤为重要 是的 当然 但如果你阅读修改后的章程 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同样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章程尊重瑞士的社团法 因此 某些系则已转换为章程条文 某些规则和做法是从其他文件导入的 例如新社授证书 好 我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看来这次大规模投票不再那么令人生畏了 谢谢 其他问题 章程现在有解决冲突的规定和步骤 根据瑞士当局的要求 这将有助于在出现分歧和分歧时提供清晰度和连贯性 请务必阅读所提供的背景文件以充分了解情况 做一个已知状态的选民 其他事项包括新增与房地产所有权相关的关于不动产的新条款 以及取消被认为不相关的关于办事处的现行条款等 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一重要过程的一部分 并加入我的意见 说明国际联青安全而坚定地进入第二个世纪 请记住 必须批准你意的变更 以维护国际联青作为日内瓦面向全球的非盈利性协会的法律地位 并保持所有相应的权利和优势 例如免税 国际联青依靠您和您的支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